《日是趣聞》 喜人喜語,日是趣聞 何姐今天跟你說說日是趣聞 說句什麼呢? 現在好流行,大家都是司火焗 大家說司火焗,司火焗 有司火焗大菜 什麼叫做司火焗呢? 先解釋一下 因為過去的晚清時代廣州 每個人都打麻雀 有雀焗,吃飯,有飯焗 喝茶,叫做茶焗 什麼都要焗 那焗怎麼來的呢? 原來西關很多有家子弟 有錢人,子女,現在的富二代 沒事做,就流行玩音樂 他們不唱歌,玩音樂 有時候是請那些盲妹 即是那些古妓,來家裡唱歌 他們又在那裡叛奏 他沒有營利為目的 所以他們必定全身心投入 他的技藝實歌 那麼很多人又聽見 阿蜜去那裡唱歌 阿蜜明寧又去他家裡唱 然後跟著他聽 你知道一般家裡 最多不是錯意殺人 滿了 人多來了,就在門口掛個燈籠 即是表示朋友來齊了 滿了,你不要再人來逼 因此得出一個名字 叫做燈籠焗 掛個燈籠 那到後來發展到 大家出錢 AA制 你又拿木器來 我又拿什麼來 大家一起來玩 但不是盈利的 大家愛好這件事 然後呢 施火焗了 自己的嘛 樂器是自己的 場地是自己的 我又不盈利的 就叫做施火焗 是吧 施火焗這個名字 一流下去 哇,搞到 各個區都有施火焗大賽 我記得 最近有一個廣東省的施火焗大賽 由政府 給錢 文化廳那些給錢 資助的 你說多好呢 所以施火焗這個名字 就越來越旺了 是吧 所以呢 除了要旺之外 又要知道 這個詞的來源 所以這樣才叫做 施火焗 樂劇傳道 戲與戲人 何車今天 講到這裏先